半步的門面 長尚還爬滿層蔓 兩層樓高的45年老舊透天措 位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巷弄轉角 2019年2月以總價3.67億元成交 應該會有了 對 好像要改建了吧 應該是管理這個房子吧 本來是堆滿了垃圾 現在有那個海報大概出現 印象中是兩三個月 看看老屋四周的圍牆 貼上台中建商的廣告 這次插旗北市都更 也創下2019年最高總價透天行情 房仲推估可能是看好北市老屋潛力 土地上面的建物 因為也已經比較老舊一點 所以它的價值 還是主要出現在土地上面 那我們如果以周邊來看的話 目前大概周邊行情的土地行情 大概單品會在150到200萬 那顯然這一筆已經在263萬 是超出比較多的情況 探開藤本資料 買方出現台中的惠宇建設和加盤建設 不過外地建商早就進軍北市推案 像是新北 桃園 台中 高雄 共有8家中南部建商 總銷售超過百億元 惠宇他們可能在各地都有差期 他們雖然是中部的建商 可是比方說他像是在祖北 他也有推案件 那另外一個加盤 他們在台北其實在松山區那邊 在巴德路那邊 他們也已經早就有推案 他們也是走小型案件為主 鏡像豪宅的話 他的單品價可能會落在 單價150萬以上 匯居北上推案 中南部建商新戰場開打 東三財經新聞 中心眼 盧伯聰 台北採訪報導